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慧玲 新闻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美国每周初请失业金人数 创四个月新低 劳工部周四表示 截至9月14日当周 初请失业金人数减少一万两千人 至经济积性调整的二十一万九千人 为五月中旬以来的最低水准 显示九月就业成长稳健 正是第三季经济持续扩张 专家表示 如果劳动市场没有出现更严重的疲软 在未来几个月将会看到 更低的失业救济金数据 降息后 抵押贷款利率降至2023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 随着联准会加强努力保持经济平稳 抵押贷款利率本周继续下降 减轻了美国紧张的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房地媒周四表示 截至9月19日当周 30年期固定利率房贷平均利率为6.09% 低于上周的6.2% 这是自2023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 对观望买家来说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 7到8月零售额微幅上涨 显示消费者愿增加支出 美国商务部表示 7至8月零售额成长0.1% 此前一个月涨幅为一年半以来最大 线上零售商体育用品商店 以及家居和原意商店的销售额均有所增长 数据表明尽管三年过度膨胀和应对物价上涨的更高利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消费者仍然有能力并且愿意增加支出 Place & Tem充电式台灯因有火灾危险被召回 Joan Stores销售的充电式台灯在使用USB充电时 因台灯的电池盒可能会过热造成火灾宣布召回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将其退回Joan Stores 以获得全额退款 该公司已经收到三份台灯在使用USB充电时 电池盒融化或爆裂的报告 目前没有人员受伤的事故发生 中天中望 真理保留